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在耶稣生命的最后一周 当施加苦行 马上临近的时候 雅各跟约翰 竟然大胆地求耶稣 赐给他们天国里最好的喜味 分别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 雅各跟约翰没有想到 一个人要为首做大 就必须俯身为仆 他们想作用权势和特权 盼望他人的服侍 但是那并不是他们 当走的人生道路 因为跟随耶稣 他们将遭受苦难 如同耶稣一样 耶稣这番话 正是马可福音的主题经文 也是耶稣来世上的主要目的 他来不是要为首做大 那是要奉献生命 他来是为了服侍人 满足他人的需要 直到最后死在十架上 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你是否觉得要服侍他人非常困难 常常要考虑他人的需要 是不是不容易 神呼召我们服侍他 不管是在家中 公司 学校 或者社区 都有人需要我们去服侍他 当我们想要为首做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思念使家 思想耶稣的谦卑设计 然后像耶稣一样 舍身服侍 让我们一起祷告 圣善的天父 当我们想要伟大 受人服侍的时候 求你转移我们的眼目 回归到十字架上 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而死 留下最伟大的榜样 求你塑造我们更加像他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